把他踢过去的,哎,可是呢,你看踢不过去怎么办了,反过来,对,回来登了,对,你的脚到这里踢不过去就回来了,哎,又等着了,哎,所以这个旋风脚老架是旋,旋过去的,可是你现在旋不过去怎么办,哎,又要走啊,下去了,回来了,哎,另外一个, 用脚蹬了,这个旋风脚的变化,新家和老家的变化,你要明白,所以呢,才会出现,你做不到的外産,叫一二三,哦,不落地,收回来不落地,一二三,转过来不落地,转过来在落地,对,这个新家的旋风脚,所以你就是踢,放回来,对,踢,收回来,对, 对,找过来的,这个手吗,这个手法,你看你的手,你的手什么手,你看,这个手是这样,对,这个手是这样,对,手在这边,对,所以说,这个手呢,都是,实际上用法都是单手用的,为什么呢,你看,我要抓住你,我要拿你的手,要拿你,会痛吗,对,所以呢, 所以呢,人家要拿,你看,你的手啊,你这样拿我,在拿的时候,你看,我们的手为什么这样,你看,一翻,就变成这样了,就把它变成这样了,你看,抓我的手,你看,你看,我一叼过来,卡住它了,对,这个是下面的手,人家,人家的手在下面一定要,有些人,你看,都是这样拿嘛,所以拿你的手,你转过来,你看,然后把对方的手, 所以说,你要知道,前面一个严重红拳,和后面的严重红拳,小秦达,和第三个金刚岛队那边,都是有一个这样的手法,这个手法呢,全部是解,人家谁要拿你的手,这样拿你的手了,你就把它转过来,转一个圈,就过来了,所以,我们的手才会变成这样,我们的手才会变成这样, 而具体这个手的话,这个手,人家是上面叼的了,这个上面拿的,上面拿的,你都不能弯,弯这种叼手了,这个上面拿的,上面拿的手,拿的手,你都不能这样去转了,为什么呢,你要把它手掌翻出去的,你要翻出去,因为上面拿,你不能这样弯了,所以上面拿,你要把这个手,翻过来,所以就形成这两个手法, 会变成下面扣,上面变成,搭在一起了,所以你要记住,为什么,所以有时候,你们的手,不知道怎样放,手腕叼过来,手掌搭过来,对,这个是手腕扣的,人家拿,你一定是这样拿的,所以你的手会扣成这样的,对,所以扣成这样了,我们前面的动作是,扣了就跳过来了嘛, 小青打扣成这样的手,就往外翻了,变成铝小青打了,所以你要记住这个手法,为什么叼了以后,很奇怪的手法,这个不是卡住的感觉,就是卡了,卡,好过你,因为你反卡对方了,人家拿你的,你反卡住对方,是这样的感觉,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手,为什么要这样做,和,对,对,这样了, 小心点,和,转,铝,一个小圈,不要捧太多,一个小圈原地的,转,铝,拉过来,雕塑的,对,雕塑的,好,所以注意这个动作,然后,所以说呢,这个就是,那个,旋风脚,你们要自己注意,你看这么多人的旋风脚, 我要去扫你们这么多人,不可以吗?哎,我又到了这里了,我就下来,过来这边,哎,我不会碰到你们这些人了,不会脚扫一圈了,转驾驶,到这里不能走,我就下来了,踹了,啊,这个旋风脚,所以你要下来,自己一点,一,二,睡着你自己的腿过来,就可以了, 好,啊,然后就是,这,这几个动作,我们要注意一下,然后就是,啊,后面的,前面有个三幻掌拉着,一,二,三,推了,哎,推的时候,你看,三幻掌,是拉拉拉的,一拉就推了,这个推了,对吧,推的时候,你看,这个手放松,啊,为什么放松呢,我没讲啊,你的手拉我的手,哎,拉我的手啊,哎,拉我的手啊,哎, 你看,我推吗,这个手丢掉,挡,挡我的手,挡,这样挡起来,哇,又来了,啊,这个是这样,推,挡了,松,又来了,可是这个手呢,是挡住对方,所以为什么扣手,他挡住他,推,啊,所以他的每个动作都是连环的,推,对,哎,这样,你挡,哎, 哎,上下,上下,一直在走了,你要在用的话,他可以一直走啊,看你会不会敢用,变化了,哎,所以,一,二,推,放,推,啊,对啊,因为我这里呢,有些人是这样,一个小圈里下去来引的,啊,一个小圈,有些人没有小圈,直接下去引,所以,所以有时候大家在莫里南口这么有些慢一点,有些快一点的,哎,有些呢,是很明显抓了,哎, 转一圈,再来引,哎,实际上都是,圈的快慢多少,所以,大家也许,自己去感觉,打完以后,你看,你看,你看,手腕一动,一动完铝鱼,捧,啊,这样去转,然后再拖起来,啊,所以,所以要清楚这边,啊,你看,你看,你看,动一下,啊,转一下,铝鱼,捧出去,转了,哎,有些人是, 连在一起的,哎,连在一起,都可以的,看你能不能练活,总之,你这个圈,一圈,一个小圈,下去,捧过来,啊,提起来就可以了,啊,大家这里习一步的,还有一个斜行,我看到大家很多斜行,啊,这个手,这个手,大家到这里啊,因为,也许大家有个概念,守不过中线的,所以大家推到这里啊,就这样出来了,你看, 手法这样出来了,哎,所以呢,你这个手,我们讲斜行的动作是勾人家腿的,这个手呢,是要推到对方的,你看,要推去对方,你的手勾到人家,一定勾到这里的嘛,人一定是在这里的,可是你只推到这里就出去了,我看到很多人的手法没有到位的,到这边提起来,你看,中线兵法,为什么呢,你看,你的腰会过来的,所以你的,你的手法啊, 跟着腰,推出去,啊,差不多到手这边,哎,大家动作看到有些人是这样,哎,两个手合不到近了,啊,所以注意这边啊,转完以后,你的手赶赶近,你看,你看,你的中线已经跑到这边了嘛,所以你的手可以到这里了,哎,很接近啊,你不要怕说,你的,当然你腰没有转的话,你这样过去,你看,这边拉住,你一定感觉卡住的,你的腰一走,你看,马上到这边了, 哎,所以这里的手,我们的手在这里转开,哎,你的幅度就出来了,为什么,哎,你要记住,我们这边特别重视的,你的呼吸和腰筋,哎,你们也要明白,太极拳,每个动作的形成,这样形成的,哎,开始是,以外形引内气,你学套路是这样去学的,学招式这样学的, 等你以后学会的时候,是有内气吹外形的,内气,呼吸和转腰,我昨天都讲了,呼吸,吸是这样,吸呼,哎,你没有转腰,你的手不能去两边嘛,哎,你要转腰的话,你呢,你没有呼吸,你的手只可以这样,不可以起来,所以呢,你的动作是,转腰吸,转腰呼,转腰吸, 你看,你的手就出来了,所以你每个动作,转腰,你看,吸,你看,你要内气吹外形,你看你练到什么境界,你能不能吹它走着,吹出去,吸,你看,吸的时候,它一吸就会把你的肩脱起来的,肩一起来,肩走,手就起来了,你看,你的气一放,你看,你一放,你的肩都放了,所以 在肩走手,哎,你们现在,就是说,大家都一直在研究太极,打太极的,现在你们要,你们这个多数,都是弟子了,都是几十年的功力了,所以呢,你们要开始研究 内外了,不是一直在外面跑的,当然了,你在公园里练的话,养生养生,跟着老师跑的,那什么都不用去想的,呼吸自然的,什么都是自然的, 连你学招式也跟着自然的,不用就动,不用讲的嘛,因为跟着老师一直跑的,全部是自然的,那个是养生啊,你要想练到太极拳的东西,什么叫内外合一呢,是吧,哎,我每次给学生讲到一句话,太极拳有一句话讲叫一手丹田,一手丹田,你们是不是一开始学拳,老师都讲要一手丹田吗,可是对我来讲,你根本还没有资格一手丹田,为什么呢, 一手丹田做什么,丹田在呼吸的呢,可是你的招式还不会,你一手丹田做什么,是吧,你一开始学拳,你的思想是,根本不能一手丹田,你的思想是在, 推捧,推捧,推捧,它有两边,有两缺,每个缺的用法都不一样,可是你要把它熟练了,把它熟练了,熟练以后,你看,你在这里的按, 通常按的时候,当然了,功力不好的话,你要按的时候,好像活步里面的小鬼推过,是在这个转的,可是你通常,你做得不好的话,通常你的步伐走的时候,就会,就会上步了,你要是功力好的话,你一松,再加上你的步伐,就把对方推出去了,你练习这个, 当然了,现在大家,拆开可以去练,可是,练在一起,最好不要练,因为练在一起,你们到处,动作有声音, 所以等一下我才叫大家,按照动作,做到的时候,慢慢试一下,就是兴趣一下,来,你看,大家在这边, 我们讲,踩,很简单吗,为什么呢,你每次捧这个胳膊,人家会划掉你来,可是呢,你的手要会捏, 再加上我们的高态码,变那个拍脚的动作,高态码变拍脚的动作,在你合的时候,你看,我这个手合的时候,这个下面的脚也是这样, 来,合的时候,这个手看,咦,你的步标变成这样,看他会回到这边来, 这个就是我妹,那个高态码,高态码是这样,高态码是不是这个, 高态码,高态码是不是这样,下面的动作,是不是交叉, 对,这个高态码,所以你的高态码,推手里面, 这样的,或者你上步了,对,所以这个就是说,你在这个动作, 一开始的动作,所以你没练的,一开始,人家转过来的时候,这样, 对呀,这个转过来的时候,变一个踩的,转,踩, 你看,大家看,请拿,很容易拿,实际上呢,很难拿, 为什么呢,你自己的两个手的合劲,搓劲要很好, 因为有些人大头的,这样去拿呀,有些, 好像我们讲在这里呀,你的胳膊硬, 拿的时候,不要让我拿,硬掉, 硬掉,有时候你,对,你会滑掉, 所以,为什么他以前要揉的,要揉的时候, 你看,硬,硬掉,硬的时候,你要硬两个劲碰在一起, 可是你放松,你放松的时候啊,不容易, 因为你揉的,以揉制缸,揉包着那个缸, 拉来拉去,你不,就要不有两个力, 顶在一起,他都会不会顶的, 你一个揉一个缸,绝对不会顶的, 对吧,所以呢,你的推手里面, 第一步,你看,可以这样去走,可以踩的, 可以踩的,好,做完了,推, 推的时候啊,刚才讲的,小鬼推过, 你可以上步,过去的,可以对方倒的, 然后你看,转,可以,在推的时候, 哎,你可以上下向水,摔的, 哎,在你推的时候啊,踏, 啊,所以,推手里面,你动一动啊, 你要是知道从这里一开始, 还要倒过来,在这里, 啊,转,哎,踏,哇, 对,你那手一翻就可以做到了, 所以让每动一下,只要有, 你看,两个手有两个力点, 只要你有两个力点,你怎样都可以拿, 哎,怎样都可以拿, 好,所以呢, 你看,我们自己来讲,有一个,推手里面, 有一个叫,我自己起名字叫锁,锁拿, 好像锁是扣影,锁是扣影,在推的时候, 起来的时候,我扣住自己的手法, 哎,拿着对方,哎,叫拿, 啊,一拿下去,他一定往这这样子, 还要一转,哎,他就翻,哎,还要倒了一点, 啊,哎,这个就是,你要,一定要套路熟练, 你不熟练,哎,你的这个还没有拿好, 你直接去拿,但,为什么熟练套路, 是为了让你能放松,能柔呢, 有些人讲,我直接可以拿, 你直接拿硬啊,你找一个有力的, 他不给你拿,他不跟你配合拿, 你不可以找一个敌人, 他配合给你拿的吗,不可能, 哎,所以一定,一定要以柔至刚, 你要快,你要准, 你要黏,你要水, 你要贴,哎,你才可以把这个拿法做, 刚好,你看,刚好是往这边走的, 我不要锁的话,也是往这边走的, 哎,等这个走,我现在看这个走, 等我不看了,就离开了,我就看手了, 可是还没有到的时候, 哎,我的手就钻进了,一抓,他, 哎,就变成这样了, 你看,你的手在这里, 还在这里拿的, 哎,要扣住他的, 就不可以跑掉, 哎,要扣住他的,